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,對包括三大中資電信股下投資禁令,引來紐約證券交易所要求,該三大中資電信股退市,鑑於美資企業都要遵守投資禁令,故須估授上述三家中資股及相關衍生工具,引來一番估額,之不過,見到中夷00941股價需曾落過39港元,但很快又作出反彈。 作12日高位曾見47.45元,日日大成交,佳因上週開始,見到大量北水南來戶盤,相信正正吸納了美資的股盤,時刺三大中資電信股,變相成為預演中美大戰的場地,觀股價表現。 暫時結論是中資作上風,多多股盤都接得住,看回港交所00388的中央結算系統數據顯示,代表北水池倉的股份, 即兩家參與者,中國證券登記結算,在中夷的持倉量,由去年12月31日分別1.71億股及3263萬股,增至本週一,11日分別為3.79億股及9179萬股。 即今年首6個交易日,北水合共增加了2.67億股中夷,估計涉及資金與8億元,上述兩家參與者在中國聯通00762的持倉,由去年12月31日分別1.44億及1.58億股,增至本週一分別為4.03億及2.78億股。 至於中電信00728的持倉亦由去年12月31日分別3.11億及3.7億股,增至本週一分別為6.42億及5.33億股。 總之,北水真是接貨接到手軟,在魚缸中,股民應該明白,當個股貨員進落強者手,後果會是怎樣,就是很大機會有協淡倉行動根尾。 顧奉勸各位千萬別亂開相關股份的淡倉,免得變成大堪大的炮灰。 不者相信,經歷了今次三大中資電信股事件,向外說明了美之制裁相關的股本並不可怕。 中資接貨有心有力,即使下一個被制裁的目標,可能是三桶油,要可覆製今次三大中資電信股穩定人心,由北水進場吸納貨員。 要知道,這些北水,非普通老散,而是內地基金及保險資金等大戶,買了多半市場坐,顧見近日內險及券雙股表現有動靜。 除了受惠A股氣氛之外,這輪在港股冷手撿過熱尖堆,若之後真是想演大協淡倉的場面,持倉水漲船高,將可為及本身的股價表現。 這樣說法,這場魚缸版中美大戰,結果是怎樣,米中支援了,美之拜拜咯。 梁到封面目標 是為寬字幕標準